音樂音樂 音樂音樂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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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個章節裡面 1.2我們提到了負向量空間 負寫的負向量空間會用到的基本性質 那在這一節的課程裡面 我們會主要集中在二維的負向量空間 因為你知道負數又是二維的十向量空間 所以說它的十向量 如果你看用十係數的角度而言 它的四維的空間 那但是為什麼要特別處理它 因為它代表一個qubit的狀態 所以說我們要特別深入探討它的性質 那如果我們深入探討它 所以說我們要把它思考就是負向量空間 二維C2 所以說它有兩個分量 就是第一個分量都是一個負數 第二個分量是另一個負數 那如果我們表達成十數的話 就是第一個分量可以表達成兩個十數加在一起 第二個分量可以表達成另外兩個十數加在一起 所以它是四個十數加在一起 那四個十數加在一起的話 其實雖然它沒有很複雜 你想它二維相量空間 所以它已經是最簡單的相量空間之一了 但是如果我們用十數 我們要去畫它的話 其實在幾何上去思考它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的複雜的 因為它沒辦法簡單的 像一個負數我們像上次可以畫在一個負平線上 但是一個二維的負相量空間 我們沒辦法畫在一個平面上面 因為它有四個十數 那所以為了要能夠更簡單的去思考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首先我們先回顧一下 它跟一般的負相量空間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二維 那二維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表成十步跟虛步 那就是更進一步的計算 計算大家自己看一下計算的細節 那它是一個二維的負相空間 所以我們還有一組基地 然後我們知道還有一組標準基地 是αβ 就是αβ是一組標準基地 那因為它表示成 它是量子計算的基本的一個Qbit的狀態 在量子計算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derock notation derock bracket notation 它主要就是它會有bar跟kit 這兩個東西 那它其中kit分別代表就是一般的向量 那所以說它就是 它t代表是列向量 就是像這樣子的向量 所以說一個kit phi 可能長得就像是10這樣子的東西 那如果phi的bar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phi的kit的轉字 我們之前有學過轉字t 如果你是在量子計算其他文獻的話 他們可能會用 喔 轉字加共2 然後如果你在量子計算其他文獻的話 他們可能會用這種符號來代表 diger 代表同時轉字跟共2 但是看一下 就是不同的書可能不一樣 我不確定我們其他會用什麼 但總之 就是它量它的轉字共2 那所以說 如果這個是10的話 就是像我們剛剛說10的話 那它就會是10 好 那因為在對他們的言列向量跟行向量 都有特定的定義喔 所以說我們這邊的列 所以kit跟kit的10跟1 我們裡面就不加出體了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kit就代表一個 一個kit就代表一個像 一個列向量 然後但它就是我們之前出體的 第一個分量和第二個分量 然後注意在量子計算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從0開始 所以就從0 所以但是它1 總之接受它 對 好 然後kit的話 然後我們稱這個叫做bar 這個叫做kit 所以說如果你打kit word跟你說 或poppoint跟你說 這個拼字錯或它沒有拼錯 它就叫kit 對 那它是一個量子計算中的基本的符號 然後如果我們把 我們之後再講它跟進一步的性質 所以我們先 目前我們就是 我們就知道它是一個符號 只是我們開始向量 對量計算的向量而言 我們就用kit的方法來寫向量 好 所以說 我們剛剛任何一個二維的 向量的話就可以表示成 α乘0 就是0跟1 我們本來是表示成α乘上 1 加上β乘上1 2 那因為我們剛剛說 11就是0 12就是1 所以它也是等α乘上0 加上β乘上1 那因為它是二維嘛 然後它的b是兩個 所以我們就是 它的dimension就是2 2 那我們說了 二維的向量的話的差別是 它是代表一個qubit 那一個qubit是量子資訊的最基本的單位 那它代表一個qubit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會有 它要滿足一個關係式 就是它要滿足長度是1 就是這個向量的平方 這個負數的平方 就是負數的長度 就是負數角度的長度的平方 或者是就是向量角度的平方 長度加起來就是1 那滿足這樣子的關係式的話 有一些好處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把這個向量換成 比較簡單的形式 然後因為本來是四個分量 但是它滿足一個關係式 所以接下來自由度 可能就只剩三個自由度 那三個自由度的話 我們就比較容易在空間中標示出來 這樣的話我們就比較容易了解它 那一樣就是下一步 所以說下一步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就是v1跟v v0跟v1分別都是負數 那v0跟v1是負數的話 所以說v0我們知道 我們下一個單元有講過 就是任何一個負數都可以 表現極坐標嘛 就是r0乘上exp0 加上v1就可以表示成r1 乘上exp1 然後所以說 那我們有極坐標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 剛剛這個式子 用極坐方法來表示 所以說如果我們要用極坐標方法來表示 但是我們寫成本來分量的樣子 然後x0平方加x1平方加x5平方加x3平方等於1的話 那麼我們要把它轉成極坐標 本來假設寫成分量的話 我們要轉成極坐標 就是一樣就是要把它x0平方加x1平方提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等於角度 然後所以說我們就可以再畫簡 就是變成r exponential i5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畫成r exponential i51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v0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ve 好 反正總之我們本來寫成x1x2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表現成極坐標 那如果我們把它表現成極坐標的話 我們就可以 為什麼要把表現成極坐標呢 因為極坐標比較簡單 就是我們表現極坐標之後 它的我們本來這個式子是四個分量的 四個數字的平方加起來是1 那它相當於兩個向量的長度 平方加起來是1 那我們知道r0這個向量長度其實就是r0 然後這個向量長度就是r1 所以說其實左邊這個東西的平方就是r0的平方 然後這是r1的平方 所以我們得到r0平方加r1平方等於1 那我們在r0平方加r1平方等於1 這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就可以用 我們可以把r0跟r1當作是 就是當作是二維的空間 所以r0 r1 然後中間某個點是r0r1 但它就是這個圓上的某個點 然後r0r1會等於某個θ 但是我們這邊我們把它取2分之θ 就是之後會用到就是2分之1 沒有差那麼多 好 然後我們知道本來r0跟r1 因為它們是向量的長度 所以說它一定是正的數字 那在這邊的話就是本來的2分之θ的 這個角度它一定是從0到2分之π 那也就是說θ會是0到π 那如果我們這樣子用幾座標 用r0跟r1用cos2分之θ和sin2分之θ代換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得到 r0就是cos2分之θ r1就是sin2分之θ 然後帶進去 然後我們這邊本來是幾座標嘛 就是exponential 但是我們這邊就是換畫回 我們為了要比較係數 比較回就是直角度 x1跟x2的係數 所以我們畫回三角函數 就是一樣歐拉公式裡面 三角函數的表示法 所以說三角函數就是 所以x0就等於cos2分之θ 乘上cosφ0 然後x1就等於cos2分之θ 乘上sinφ0 然後x2就等於sin2分之θ乘上cosφ1 然後x3就等於sin2分之θ乘上sinφ1 好 然後我們可以再做下一個畫解 就是因為等一下會用到 但是我們就稍微畫一下 畫解就是我們剛剛說了 就是這個φ1一個是φ0 一個表示x2跟3 表示成s打跟φ1的函數 然後x0跟x1 表示成s打跟φ0的函數 那我們現在令φ等於他們的face difference 對不對 剛剛上一節提到face difference出現了 所以說φ是φ1跟φ0的face difference 就是φ1-φ0 那也就是φ1就會等於φ0加上φ 所以說我們一樣就可以把它帶進去 就是剛剛那個東西帶進去就變成 x2就和3就會變成sin2分之θ打cosφ0加φ 然後x3就變成sin2分之θ打sinφ0加φ 好 接下來我們把它帶回去 我們就可以把一個項鍊表示成cos跟sin 還有φ0跟φ的函數 這三個東西的函數 然後現在只有三個參數了 所以說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畫在三個空間裡面 然後這個畫的方法就叫 最後畫出來的結果就叫做Blasphere 就是不可求 實際畫的方法 那因為是s打φ跟φ0 其實都是某個角度嘛 所以說實際畫的方法 我們要用某個角度的方法來畫 那我們下一個章節 下一個單元會來詳細深入的解釋 如何是去畫這個東西 1.3結束了 1.3我們就主要的深入的解釋了 二維的負向量空間的樣子 那其中我們最主要的部分 是我們把本來任何一個二維負向量空間 它如果是要是代表一個QB的狀態的話 它必須滿足一個式子 那利用那個式子我們可以把 本來用分量表色形式把它轉為表 用角度表色形式 那接下來下一個章節 我們試著把這個角度表色形式 不要畫在三維空間上面 讓大家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二維的負向空間 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個量子未圓的狀態 2.3 2.4 4.4 4.4